1 2 3 拿起水槍不斷朝空中灑水 男子上半身打赤膊大声嚷嚷 另一方不甘示弱 马上泼水还击 就连水桶也加入战局 还有人站在一旁 拿出手机录影记录 汽车场化身水乐园 这一幕让人看了直摇头 就去游泳池玩就好了 回家正浴缸玩就好了 干嘛到汽车场玩 很近是会受伤 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 我可能就会抬走 凌晨两点多 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开party 警方获报到场了解 发现当天是一名成姓少年生日 三名好友帮忙沁身 除了把高压水枪当作道具之外 疑似还互丢鸡蛋恶搞 原本以为不会被发现 但早就被监视器拍得一清二楚 重回汽车场 柱子上都贴有告示提醒 但这群人却当作没看到 把它做成所谓水雾状 那它所喷出来的孔隙是比较小 因此这样就可以分散力道 但是这怎么分散还是有相当危险性 所以建议各位呢 在洗车的时候 或者清洗用品的时候 至少要距离三十公分以上 开心庆山却选错地点 幸好没有因此受伤 否则乐极生非 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现在是有网站杨欣怡新北新闻报导